《奴才論》的意思是有某個民族不喜歡儘量把自己的自主權縮小 不喜歡享受自由 希望主旨說什麼 就算還有主旨說東 他就不敢去西 俗稱是放屁也要說是香 月亮是太陽是指鹿為馬 奴才都不敢說出真相 以你剛才所說的技巧就做不到奴才 做不到 我有這個本例 這些奴才反應很快 能拆鞋 現在大陸稱為拆邊球 又不犯法又不合法那些做完 那你贊成中國人有奴才的本性嗎 我不贊成 因為奴才被迫害到最盡頭 去到性命級級可危 或者他自己沒有 但你不能傷及我家人 你動了我家人 奴才都會反抗 但在中國歷史裡面 殺死我全家都不會反抗 我覺得是整個哲學問題 因為中國歷代的君王很厲害 他選擇了什麼呢 儒家思想 那些階級觀念很清晰 君要神 死神 不死是為不忠 你怎樣 一定綁住你 然後佛教的思想 就是那種認命 為何現在那麼慘呢 有一個皇帝那麼差呢 因為我之前作的業 認了這個命 第三 就是我們犯不著要 我們一定不夠有權勢人鬥 這些觀念 奴不可破 存在那裡 那你怎樣做 還有道家思想告訴你 信應自然 現在那些自然把刀在你橋頸上 那你受那刀 你受那刀 你受那刀 反抗 這幾種思想 都會在中國這麼多千年歷史裡面 我們不覺不覺 就好像日日喝三醉青安一樣 不覺不覺中那刀 所以就會產生了一種現象 最少中國人是比較少反抗 對於所謂的領導階層 一些下壓下來的欺壓 他都不會反抗 你不要說政府 我們很多社區個案 她的老婆明知她的老公有依賴 她都直接認命 第一 她第一個看來就是 不是的 你說政府衰 不是的 否定有先 第二 真是見到政府衰 然後見到老公拖著兒子 自己看錯 第三 認命 我老公桃花的命 是兩個老婆 這是個人會是這樣 對政府大事大非的看法 都會變成這樣 所以外國人看到一個這樣的景象 因為中國人奴才 其實是古意有之的 起初不只是中國人抹自己 是外國人看到的 看到為什麼中國歷史裡面 有這麼多大屠殺 什麼揚州大屠殺 家定大屠殺 但是你竟然 真的好像你所說 中國人伸一條頸 他都不會反抗 就是一刀砍下來 不要砍兩刀 孫中山就不說中國人是奴才 不過他都說中國人不上自由 不是不上自由 這個說法 某程度上跟成龍相呼應 成龍顯示出他不是很愛自由 不過我不知道他是不愛自由 還是 他很自由 他自己本身很自由 但是他說中國人需要管 就好像說自由是不好 不好的 這件事跟孫中山 可以說是遠遠大家互相呼應 中國人是不愛自由的 所以由此種種的現象構成 似乎是一種奴才現象 至於剛才你所解釋的 就是奴才現象 遠遠的成因 有文化的成因 有些人說 所有宗教都是一樣 那些人廢話 只是沒有研究 如果是博士 應該抵奪博士學位 因為那些人真的誤人子弟 所有宗教背後的人生哲學 是完全不同的 對政府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如果成龍大哥的說話是對的 我們中國人是少管的 管中國人是甚麼人 那當然是中國國家領導人 我們再問一個問題 中國國家領導人 誰管呢 這是我的問題 應該是沒有網管的 結論是沒有網管的 有他老婆管 聲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